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所以这个王先生他是一个文化数字较高 而且事业小有成就的男人 那么结婚5年了,有了一个儿子 小家庭看起来也是和和美美 但就是有那么一件事情 却长期困扰着王先生夫妻俩 那么结婚5年来 夫妻性生活总是不尽人意 那么性生活刚开始就很快就不行了 有时候都想控制一下时间 那么东西却迅速又疲软了 那么他老婆也是贤惠体贴 他的态度让王先生更是内疚 那么在这几年来 王先生也跑了好几家医院 那么在最后呢 医生给他诊断为 皮肾两虚型的一个时间过短 这呢医生也给他开了药 那个抗生素 什么一些补肾的也服了不少 可这个时间短 依旧是没能够解决 那么这个王先生也是释出拜访名医 后来在他邻居的指点之下 找到了一个108岁的老先生 这个老先生是一个老中医 后来呢就在这个108岁的老中医 他的指点之下服用了一个食疗方 这个食疗方方法也是特别的简单 后来现在已经挥入到如初了 现在时间已经能够达到30分钟以上 那么在经过这个王先生的同意之下 他也决定了把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 这个食疗方特别的简单 我在下面会提出来 所以这个肾脏对于男性朋友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 不仅耽忽着体内一些环境的正常运转 同时也关系到男人的个人魅力 所以在生活当中 可能有很多人 那么由于日常饮食或者作息不规律 导致肾脏受损 导致环视时间过短 那这样子的话也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呼吸的和谐 所以在平时一定要多加调理 另外脚也是作为人体的第二心脏 一旦肾脏受损的话 也很容易通过脚反映出来 那下面我们先来学习一下 肾不好脚先知 三个症状一目了然 那么脚指甲半月痕比较多 在我们的指甲上面有很多的半月痕 也被人们称为月牙 但是在脚趾之上呢 趋势也是存在着半月痕 若是在平时你都会发现 自己的双脚上面没有半月痕 而如果有的话也是相对较小 这很可能就是肾气不足的一个表现 平时也要注意适当的保养 相反 若里面有 而指甲看上去红润有光泽 那么这个也能够说明肾脏非常的健康 那就可以值得庆幸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小脚趾长得粗大 那么人的小脚趾也是圣经的源头 如果在平时观察小脚趾的时候 你会发现小脚趾非常的粗大 其实呢 这也是肾气充足的一个表现 那么在肾功能方面也是相对比较好 在这个时候你能够发现 自己的小脚趾出现了干瘪细小的情况 那么这个也是肾气不足的表现 那么希望你们在平时能够注重保养 学会保护肾脏的健康 那这样子才有利于彻显男人的魅力 最后一点 脚后跟红润光滑 其实呢 脚后跟跟肾脏也是有一定的联系 如果肾功能强大的话 肾气充足 那么脚后跟也是红润 而且有光泽 但是呢 一旦出现了肾气不足的情况 那么脚后跟也会跟着脱皮 或者出现肝内的情况 而且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也会出现了明显的疼痛感 甚至出现了白脚的情况 所以在平时要注重保养肾脏 相反 如果你这个也没有 那你就恭喜了 说明肾脏还是非常的健康 平时我们可以观察脚步的时候 那么如果你符合了以上几点特点 那么就恭喜 说明肾脏还不错 若是想要保养肾脏 那么在平时 我们要学会调节日常饮食 还有作息 那这样子才有利于保护肾脏的健康 能够预防肾脏疾病 侵袭 那么在最后 这个老中医也提醒大家 我们保护肾脏 要丢弃三个习惯 那么肾脏才能更上一层楼 一不爱喝水 那么可能很多的男性朋友平时都不爱喝水 即使在炎热的夏天 也是仅仅喝了一些冰冷的饮料 那么长期如此 很容易导致体内水分摄入不足 影响到正常的毒素代谢 也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那么容易导致肾脏疾病出现了 所以像这个习惯 那劝你及时改掉 一定要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 有利于促进肾脏毒素代谢 让肾脏更上一层楼 二 熬夜 那么很多男人都是一样 不管是年轻人老人 那么现在熬夜已经成为了男性的痛病 但是长期熬夜的话 对身体健康是非常的不利 不仅会影响各项器官 还有肾脏的修复 还有排毒 也会导致体内毒素堆积 加重肾脏的负担 导致肾功能的下降 那么同时 也可以促使体内阳气流失 加速衰老 那么所以这个习惯呢 也要趁早改之 那么在最后就是憋尿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养成了憋尿的习惯 所以长此疑反的话 很容易导致肾脏的负担加重了 很容易一些毒素垃圾 重复吸收 还有利用 所以容易诱发肾脏疾病的危险 像这些习惯呢 那平常也是要改掉 那再配合我们的食疗方 中医分享的食疗方来调理 那能够让肾脏保养起来更加的好 肾脏更好的排毒 让肾脏更加健康 更上一层楼 那么接下来 我就把老中医分享的这个枸杞加鱼物 堪称养肾脏王 敞开喝 养肾护肾 男人魅力十足 枸杞加韭菜 等于养肾王 其实若想养护肾脏的话 平时也要坚持喝一些枸杞泡水 那么枸杞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养肾护肾 延长时间的效果 不仅如此 若将枸杞还有韭菜搭配在一起的话 会被人们称为养肾王 那么坚持用它来泡水 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肾脏能力 功能 还有能够加速体内毒素垃圾 全部排泄出来 同时时间也能够延长 这个时候补足了肾气 让肾阴阳调和 让肾护肾更加的健康 让你们的男人更加有魅力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点赞收藏 同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你们 下个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